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遭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高敏民之一违背先前的竞选承诺 挖石油请问谁说的 高医院直接把这个话讲清楚谁说挖石油 您自己的竞选政见 韩国瑜在23日晚间主动开直播澄清 我从来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开采石油 我没说过高雄市政府要卖酱油 我从来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采石油 之后还补了一句大家天天在黑我这件事我根本没有写在证件里 韩总你要看开一点因为现在要黑你才有媒体版面啊 不过还是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请回归本分 做好自己应尽的责任一天到晚靠黑别人来剥版面也是不应该啊